貨車駕駛開在北宜公路 下一秒多輛超跑 從對象及時而過 不過最後一輛超跑 駕駛疑似失控 整輛車直接高速撞上貨車 整輛超跑車頭嚴重毀損 連輪胎也被撞飛 擋風玻璃更是整個破裂 可見當時超跑速度有多快 沒有辦法營業 但沒有車了 我沒有車了 工作可能也會丟掉了 再看一次疑似是超跑車聚 相約在北宜公路跑山 第一輛是保時捷911車系 價值將近900多萬 接著同樣是保時捷993 價值更是高達1000萬 緊接著都是進口車款 全部超跑加起來 整整超過5000萬 不過最後一輛保時捷991 超跑價值600多萬 疑似過完失控 直接衝到對象撞上貨車 保時捷駕駛在第一時間 也已經送醫 不過超跑駕駛過彎不慎 導致撞上對象貨車 不僅自己受了傷 現在恐怕還必須負上 肇事全責 記者林毅生洪聰祥 在宜蘭的採訪報導